查理你好 你好 唐老师 Peter好 听得到吗 你好 听得到听得到 大家好 我其实看这几天大陆渔民的事情 我想发表一下我的感想 我是台湾人 我百分之百台湾人 欢迎 你台湾哪里的 我是桃园人 但是这家人都住在台南 我先说其实我支持中国海警一切的行动 没有上限 因为我觉得人命不分台湾或大陆 那民进党你可以这样草剑两条人命吗 如果今天这条船是日本的 或是其他国家的 你今天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对应吗 那我觉得大陆其实要把握这个机会 台湾有一句 就是台湾话美南语吧 俗语就是 就是你太宠这个猪呢 它就会爬到罩子上去 然后你太宠你的小孩 它就会对你不笑 那我觉得民进党今天会这么壮大 然后什么出现了台湾 台湾岛上出现一堆什么天然毒 自然毒啊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 中国大陆这些年了 无止境让利的结果 当然我是觉得啦 也许前几年我觉得中国大陆 它当然国力还不够 所以说他觉得说我们要用这个方法来 就是来惠民啊 看台湾人的人心会不会稍微向着我们 就是中国大陆 那然后大家一直在讲那个九二共识 我先讲一下 我刚刚觉得我第一次听那个小粉红东风 还有林月明 我觉得你们讲得真好 讲到我心里去了 然后我觉得你们在讲九二共识 其实我觉得九二共识是什么 说实话我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在九二共识之前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就是他 我觉得我们岛民哦 没有什么中华民族跟同文同种的共识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 九二共识的问题 你不觉得你是一个民族的时候 你讲任何共识都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啦 也不要说我觉得什么敌意 当然现在因为台湾就是很多人都发言 尤其是像Peter说什么 赵少康啊 我觉得因为这些人是留美的 基本上对他们来讲 就是对中国大陆 可能就是他们在他们父母辈的一个 就是他们他们外省人嘛 可能父母辈就停留在那边 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什么就是很多的情感 那基本上因为他们留美 那我觉得可能他们对美国更加信任 对美国的感情可能更加的深也不一定 那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啦 我觉得这个敌意螺旋 深大其实也好 我觉得就是要看中国大陆 你现在要把握机会 你该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 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啦 反正你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已经 对四五千年的历史了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改变 尤其是你在民进党跟美国 你只要你不敢跟大陆打仗 台湾台独永远不可能成立 台湾台独永远不可能台湾独立 除非你有种跟他跟大陆挑战 或者是美国 美国无条件 对不对 他连乌克兰他都他都不敢动了 那你觉得他他他敢对中国大陆怎么样吗 我真的我真的是不太相信了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啦 然后再加上讲到这个九二公式 其实我觉得马英九 我真的是个人对他非常有意见 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不修改教纲 所以说呢 基本上现在台湾 因为我是台湾人 其实我蛮了解台湾人的 因为我在我在日本 我是做属于就是访日观光的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也常去中国出差 我也遇到很多中国人 在日本我也遇到很多中国人 其实他们对台湾人其实都非常的友好 所以我很喜欢中国人 我觉得大家当然也是会有一些 你觉得怎么 当然到哪里都会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基本上我觉得大陆人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 没有什么太大的敌意 可是呢 我遇到在日本的台湾人 大概有九成都是对中国大陆非常敌意的 我是不晓得这些人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这么敌意 我搞不太清楚 我甚至于我去看个医生 他还问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说我不是我台湾人 他说那就好 我不想帮中国人看你 我就觉得你这样是有医德吗 我真的觉得对 我身为台湾人 我觉得感觉到很羞耻 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同文同种的 一个同一个民族的人 要有这么大的敌意 那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别的国家的话 那你可以啊 你觉得中国大陆是别的国家没关系 你对日本会这么仇视吗 你对美国会这么仇视吗 你为什么就单独对一个国家 如果你觉得他跟你不同民族的话 你为什么要这么仇视 我搞不清楚啦 然后我是觉得啦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 我我也从大陆政府很担心 因为我觉得你不把握这个时机的话 有没有 你看那个AIT的那个那个无限制的已经扩大了 然后那个什么金门连那个绿连帽都去了嘛 然后什么美国人又派了一堆来这边什么 帮我们训练军队是吧 我觉得真的是要把握机会 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最好的时机 你懂吗 我觉得你必须在最利于你的时机 就是最好的时机 你不要等到说今天台湾人真的因为 久了因为教官不改 而且越改越糟糕 你现在就就是就好像一对一对情侣 还是一个夫妻 他已经变心了你知道吗 我不会因为你是台湾人 或者你是中国人 所以我就不要跟你离婚 我不会我就爱美国人 我就要去了 因为我变心了 所以说你必须在你还能挽留的下的情况之下 你要想办法 不管这个办法是硬的是软的 尤其是我觉得我是台湾人 我跟你说台湾人就是矫情 真的他就是欺强怕弱 你这个大陆你不 你不要觉得说 对台湾好 就是怎么样 这些台湾人就会 因为教官已经把这些人的想法 他觉得你不是同一个民族的人 而且是可以仇恨的人 因为我不觉得 你想想看已经两条人命了 没有 你很少听到有同情的语言 在台湾岛上发生 那除了一些就是真的是 有三观很正的人 要不然的话 你不相信说 你今天不管死的是哪一国人 你怎么会发出这么冷血的 这个评论来呢 对不对 你起码你会觉得很惋惜 就好像刚刚 我忘记是Peter说的 还是东风说的 就是你没有看到任何人 就是发言说 我们很惋惜 失去了两条生命 那我们会想办法来补救 但至于这个是什么补救的话 就是有两个政府 来伤导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 没有什么 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觉得就是 在最利于你 能够 我不能说我是统一派 但是我真的觉得 你也不要讲那种 不实际的什么台独 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 台湾自己要认清楚身相 那中国大陆 我觉得你也要认清楚身相 你不是说你无条件的 对台湾人好 他就会 他就会说 我今天我就要成为中国人 我就要拿中华民国 我就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去 没有 你们去看 我不知道 就是在日本生活的 有没有中国大陆的人 或者是台湾人 我基本上 我真的觉得 我看不到 就是对中国大陆 很友善的台湾人的发言 然后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的是 在日本的 中国大陆的朋友 我遇见了 在生意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有八成 都是觉得他们不喜欢习大大 我不会 我觉得习大大 很OK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中国就是 就是需要 这样一个 怎么讲 一个强者来 来领导 尤其是民族性 你知道吗 我觉得 14亿人 你怎么可能 14亿人在这40年 可以这样脱贫 很厉害 为什么没有人 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 把这种 怎么讲 你可以让这14亿人 脱贫的这个故事 说给全世界人听呢 台湾就2000万 可以闹成这样子 而且越走越退步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中国大陆要 把握机会了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 在过年期间 对失去两条生命 就是两个亲人 失去生命的 那个移民家庭 感到很 怎么讲 我自己也觉得 很心痛了 好 查理我问你个问题 你 叫你查理 真是怪怪的 对 我不知道叫你什么 没关系 查理夫人好了 那个我问你 你说你家人在台南是吧 是啦 那你家人的看法 我会被查水表 对 我说你家人的看法 跟你差不多一样吗 我家人其实基本上看法 是跟我一样的 我低比我更激烈 是吗 但是尤其是因为我们 那你们在台南 在台南不是异类吗 非常糟糕 你只能 你就是 怎么讲 你就是我们就过好 我们的小日子就好 因为这周边的人 你是没办法 没办法去改变他们 你知道吗 你连那个绿色的 那个议员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有一年 韩国瑜的那个 我还特地回国投票的时候 然后台南 那个没办法 改不过来 还是绿色的 那个委员还是什么 我忘了 就是执政 结果你就看到 那个市场的 那个阿公阿嬷 那些爷爷奶奶 你知道 他们就说太好了 要不然这个中国大陆 就会开坦克机 什么坦克车 来攻打我们 我想说 这什么年代了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台湾其实有 非常非常多的人民 是 我不晓得说 他是被洗脑了 还是怎么样 因为就好像 中国大陆 尤其特别是吗 这么广大的 一定到了乡下 还是有很多 他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国际的 这个这些 就是完全 就你对国际 事物没有兴趣的话 说实话 你也不懂 你也不会去想要了解 那台湾 对 台湾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台湾现在是 怎么基本上 就平行线了 你知道 就民进党的这些人呢 他就只看绿营的节目 然后呢 支持国民党的人 他可能就是只看中天 然后呢 那些就是年轻人 就什么自然独天然独的 他可能就只看YouTube 然后就是看网上的一些这些 山立的 对 赫隆叶叶秀 一些脱口秀 赫隆叶叶秀 对 他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就是会支持白色的 那基本上其实我觉得 那国民党我是真的非常失望 其实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也不是那个我们这个 孙中山建立的这个国民党 其实我觉得废了也就算了 真的都OK啦 随便 那我是觉得 我真的是对中国大陆政府很担心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政策 我觉得 太乱 是不是 对 就是你是不是应该 我觉得他们是不了解台湾的真实的状况 我觉得可能在制定这些政策的人 他完全不了解台湾真实的状况 因为就好像香港一样 其实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基本上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根深蒂固 存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学艺里面 你知道吧 就是你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来统治你的话 真的就一盘散沙 真的就一盘散沙 对 我想那些大陆 对 我想我差距 我想那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对台湾的政策 在很多人都不满 觉得好像 哎呀你太软了 对他太重容了 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中国 自古以来就有说一个 有皇帝啊 以前管理国家的时候 他一般天都用怀柔的政策 我先给你来软的 等你到了实在你要过分了 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可能现在还是处于那种 怀柔的阶段 对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说台湾现在的 就是因为教刚在马英九的时代 他没有改过来之前有没有 已经整个台湾人 他现在已经不认同你是同一个民族的情况之下 你用任何怀柔政策 其实都是没有错 但我也 我家人都在台湾嘛 你说我们欢迎中国大陆来打我们 但这当然是没有 但是我基本上是觉得 就好像我们教小孩 你要用棒子跟糖你知道吧 就是你要软又要硬 这软硬这中间你必须拿捏的很好 可是我觉得这些年 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你已经把民进党养得这么大 然后你养了这个大概两千三百万人 大概有八成可能都是什么自然毒天然毒 他已经不认同你中华民族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美国又派了一堆人到台湾奔岛来 你现在再不把握时机 其实我觉得越拖越厚 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真的我觉得 就是代价会更大 我觉得我基本上 我觉得是这样 你比如说像 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意见 对讲的不错 你还现在有个朋友 他就说 叫金世民的 他就说我看到柜台办的发言 我就想吐 像大陆上很多人对那个国台办非常反感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他们会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上面的政策 因为他必须可能就像皮特讲的 一些怀柔 对他怀柔 他可能觉得我们要先就是要获得台湾人的明星 什么的 但是你用这种方式没有用 你知道我其实我觉得我最赞成的是 你就穷台 你讲了这么久的 你断嘛 对不对 你真的是你断了 你就全断了吧 台湾人有种你就对 自立自强 是吧 你觉得你开发的出去 我们就给民进党政府一个机会 我看你多厉害 你做得起来 我们我们 对不对 我相信台湾人两千三百万 好那我绝对 什么中国 什么大陆啊 什么没有 你看我们中国民进党政府多厉害 我就要跟着他走 他可以带着我往南走 往北走往西走 你如果坐得起来 我相信 台湾 他不试过了吗 他不试过吗 要南进吗 南进南进有什么结果呀 那你中国大陆 我觉得大陆你给民进党一个机会吧 你看他坐得起来吗 你看他卖得到美国去吗 你看日本养得起台湾吗 你给他的机会吧 你为什么不断呢 我真的觉得我搞不懂 实际上蔡英文八年以来 我们看到对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 而是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啊 对不对 对 真的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大陆的政策是不是 当然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他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啦 对我百分之百台湾人 我讲这个我可能 但基本上我不在台湾岛上 所以我说我可能不会被插水表 也不会被抓去关 但是 挺有意思 但是我真的觉得 但是我真的觉得 就是你如果真的认同台湾是同一个民族 你也有想法的话 我觉得你不应该用这个方法 那台湾也是 如果你今天觉得中国是同一个民族的话 你今天国民党 我们不要说民进党 民进党绝对做不到 但是你今天国民党 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应 这个两个渔民 或者是说今天金门发生了这样子的问题 你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你真的认同大家是一个民族的话 但基本上这个关系已经不是了 那不是的时候 我觉得你今天讲什么食安 其实我觉得 你讲食安 你先讲你十年以后安不安全 这不是食品安全 是十年以后你安不安全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比较重要 好 谢谢 谢谢查理在东京 有空常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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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